欢迎来到新西兰故事 她叫俊怡 来自台湾 她是同性爱者 我更愿意称呼她彩虹 因为彩虹带给人们美好和希望 2014年第一次出国 她选择来到了新西兰短暂留学 在这几个月里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上演呢? 我知道你好像是2014年的时候来到新西兰的 没有错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 大概是三四月份的过去的时间 那我是在台湾找语言学校的代办 然后我就到新西兰的北岛去做语言学校 三个月的时间去做学习的 那当时这个学习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呢? 其实因为如果以2020年来讲的话 以2014年的我来说的话 我是相对比较害羞的 可能看到外国人啊 或是跟我们不一样是黄皮肤的人 可能就是英语上面就比较会害羞开口 但是也就是因为2014年 我曾经在新西兰就短暂游学 这三个月当中 给我蛮多的一个人生启示 所以也就是展开我之后 也会想去澳洲打工度假 也是这个原因 这是你第一次的出国的经历 所以也是特别的难忘 你当时好像也花了不少的钱 当时因为我选择这个游学代办比较贵的原因 是因为我选择新西兰 因为新西兰本身物价指数来说 就与其他的国家来讲比较高以外 我当时没有选择homestay 我是选择在语言学校旁边一个 类似像是商务酒店的ELCD luggage住宿 所以自然我的这个住宿费啊 跟学费加起来 将近快要新台币大概是27万人左右 但好处就是你可以睡晚一点 不必赶公车直接到学校去 但是来讲的话 如果有机会可以让我重来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选择homestay 因为homestay的话 不管是白天的时候你语言的能力去学习 但下班之后下课之后回到家 你也可以去跟你的homestay homestay去做语言的互动 我觉得这样也很棒 而且做了一份体验的生活 我知道来这边留学学语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也就是作为彩虹的 这样的一个追求和希望 对 其实如果以婚姻平权来讲 台湾在2020已经实施同志结婚 已经过一年多以来 普遍的台湾的民众都可以接受同志 有合法的一个结婚在台湾生活 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在14年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的法令没有通过情况下 我非常向往西西兰能作为同志人权的先驱 那也可以在新西兰 就是他们比我们导更多年开放 就是同志结婚这件事情 那他们的社会呢 也对同志有更多的包容与见解 也就是因为我当时去新西兰游学的时候 我是相对安心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但是我到新西兰 我与大家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见过很多的同志的一些朋友 彩虹的朋友们 那您在和他们的交往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收获吗 我会觉得说在文化上面的话 可能因为从我们从小学习的 亚洲人的教育背景 与西方人的一个方法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可能会比较重视一开始的感觉 比较快速的投入 可是以新西兰人 他们当地人来讲的话 西方人的手术的教育 可能会从一方面开始 可能先去出去啊 一起可能踏青啊 或是酒吧喝个酒聊天 或是看电影什么之类 不管是任何的户外活动 或室内的活动 他们会觉得说 想要先从朋友慢慢的认识起来 那也不会那么快的投入的情感 相较于就是亚洲人来讲 我们比较快速能够去投射情感这边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 不过我也觉得 就是新西兰的好处是 它比较相对的开放 所以在不管中国国内 它可能你可能觉得 比较受到压抑 但你如果到新西兰的话 你可以去吃 你不用担心 你这边是很安全的 的确是这样 刚刚来到这边的时候 看到街上 比如说两个男孩 手拉手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人 投去这样的一个异样的 或者说是歧视的目光 所以新西兰这个国家呢 对许多的这个同志朋友来讲呢 都是相对的平等的 只要是结婚啊 一起生活 都是与正一般的人来讲 都是一样的权利 所以也能够让 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在一起 也是新西兰的一个权利 的确是这样 这也是体现了新西兰的 这样的一种文明和进步 我知道您在这边生活 虽然说时间很短 但是作为彩虹的话 你可能也会给一些 新来的彩虹朋友 一些自己的建议 对吗 当然 就是很多人可能 一到新西兰 可能语言学校 或是不管是walking holiday 还是说语言学校 或是其他的移民的方式 你可能一开始可能觉得说 害羞啊 不知道要去接触哪一些人 当然当地有一些酒吧 你也可以去 就是买一杯啤酒 然后跟当地人聊聊 但是亚洲人相对来说 比较害羞 所以你也可以下载很多 就是同志的一个软体 当然你可以写上 你的自己的一个 自我介绍 你的个性 以及你喜欢的 一个什么样子 那当然在这个app上面 自己就可以 投其所好找寻这样 那如果真的聊得还不错 那再约出来 可能喝个啤酒啊 或是散个步 或是去看看海滩 我觉得也不错这样 也就是说 虽然讲范围 选择的范围变大了 但是的危险也会增加 所谓的危险是也会有的 我们有看到可能就是 有的可能是为了 要跟当地人结婚 然后就是牺牲了自己 可能处在一个婚姻的暴力当中 所以或是说 对方的一个身体状态 或是没有一个安全的性行为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人在全世界哪个国家 都要自己好好留意 自己的安全性行为 就是该做好的防护措施 都一定要做好 因为我们一直来讲的 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躯 你可以遇到你喜欢的人 健健康康的走一辈子 这也是挺好的这样 因为可能是文化的差异 他们对这一方面 可能是特别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应该来讲说 我也曾经遇到他有表明 他可能正在接受治疗之类 但是他也愿意带 就是安全套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做好安全措施 有使用正确预防药物 那我觉得这个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自己来讲 我是亚洲人 我自己相对还是有点点稍微放不开 就如果我知道对方就是可能要 整个过程 他可能没有想要使用任何的一个安全套的话 我会相当的抗拒之类的 因为毕竟在国外 还是你永远不知道 对方的一个身体状态如何 所以还是要做好安全措施 可能来到这边了之后 你会发现选择的范围更大 或者说周边的这样的一种歧视的眼光 越来越少 甚至可以说是让自己变成真正的自己了 其实这一点我相当重要 其实不瞒你说 可能现在镜头上的我看起来 比较没有那么胖之类的 但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台湾 我们对于我们身为同志 可能外形都有一定的一个标准跟要求 都会希望说 不管是身形啊体重啊 或是外表方面 都会有比较多严格的一个筛选 可是我自己到新西兰之后我松一口气 因为当时我体重不算轻 小叔应该也有八十几公斤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并不会在意说 你外表真的是看起来相对的庞大 因为新西兰人还比我们大只呢 所以应该讲说 换个方式来讲是 其实他们更重的共识的是 你可以聊得来 有没有话题聊得来 有没有彼此有共同的连结性是更高的 反而是这个身体的印象 当然也会有 他们也会希望说 对方也是亚洲男性 可能年轻身材较好 可是也有一部分的人会觉得说 更重视 我觉得有对话更重要 这样 新西兰人对于年纪来讲 有的人会在意 有的人也不会在意 不过我所接触到的这个当地人当中 我遇到年纪蛮多 比我可能大个五岁八岁的人 他们并不会在意说 我可能我是来自台湾 然后年纪比较小之类的 反而他们觉得说 没有关系 就觉得就是心理上交流 你刚刚也讲到一点 比如说有些人 为了拿到身份 而委屈自己 是这样的 因为呢 因为一般的人 可能要想要 就是自由在国外的话 就可能会想说 最快的方法 就是跟当地人的结婚 是最快拿到身份的方式 但是等待期间也是一样的 但是可能觉得说 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松 不过婚姻当中 不只单是只有签证 或是移民 或是拿到居留权 而是你到底有没有跟对方 可以更同一起生活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这个亚洲人 就是一心想要远离中国国内 他不择手段 可能到了外国这边来 那就是捷径方法 想要拿到 在当地的一个居留权 所发生的汉事 当然我们不希望 就是为了 要能够留在当地 然后委屈了自己 然后或是甚至 身体 身体或是身体上 受到严重的暴力对待 作为彩虹的话 我想来到这样的一个 自由的国度 就像您所说的 首先呢 还是最最重要的 应该是保护好自己 对吧 也许呢 有一些人对这个彩虹 会有一些歧视 但是我觉得 我们应该尊重 每一个人的选择 不要求你一定要去接受什么 但是用歧视的方式 绝对是不可取的 这是当然的 就是爱都是永远平衡的 那并不会说是因为 我们是两个人 是男生或是女生 或是一男一女 就像是两个人 都有彼此相爱的权利 那也在新西兰 我觉得这个 同志文化的友善与包容 让我那时候 在游戏的时候 也是相对感到 安心不少的地方 俊宜也告诉我 她特别希望 能够再次地踏上 新西兰这美丽的土地 或许能够遇见 美丽的爱情 我们祝福她 现在在中国大部分的地区 同性恋依然被大多数的人 认为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Love is love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句话 不是因为同性恋而喜欢你 也不是因为喜欢你而同性恋 只是我喜欢的人 恰好和我性别一样而已 感谢观看